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2020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日 星期四 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标题就叫 告别2020年 迎接美好未来 说呢 这个2019年的6月28号 对我们所有的人 是指我们 原来的 PT用户们啊 是一个意外 而且这个意外 当时来的很突然 而且延续的时间太久太久啊 意外呢 就变成了一个常态 那么2020年 对地球和全地球的人 都是一场意外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啊 突如其来 而且凶猛无比 一直延续到现在啊 目前 也就中国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地球啊 地球人还还没 还乱着呢啊 还没有彻底的赶走这个疫情 老陈碰巧听到 那个吴秀波又在主持一个什么年度 年终的这种演讲的啊 感觉挺装逼的啊 说了那些 但是有些也是事实啊 他说2020年 大家的感叹 共同的感慨 就是还活着啊 再说还有三个字 就太难了 大家都很难 尤其是我们PT的人啊 去年难 今年难啊 现在好像还是比较难 但是 今年 我们很多人 还是从困难中啊 慢慢的走出来了 我们说首先呢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回来了啊 有了信心呢 就有了战胜 这恐惧 战胜困难的力量啊 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 是吧 远的不说 是吧 我们就从12月6号 在长州开完会之后 我是感觉到 绝大多数的人啊 信心回来了啊 心情也好了 整个群的气氛 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更有一些啊 积极主动勇敢的 我们的朋友们 积极热情的 扑向市场 开始从事DCEP的推广了啊 我也是从长州开完会之后啊 辗转了几个城市啊 也是跟着市场在走啊 跟着市场在走啊 一般都是哪里的伙伴 说这里有客户啊 不知道怎么谈的时候啊 我就过来 一块共同的去面对问题啊 共同的见客户 然后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啊 学习和交流啊 在此过程中啊 也碰巧的啊 在贵阳呢 遇见了我们的三里三里工艺的这个豪哥啊 在这做市场觉得非常受启发 然后我也 后来就到了成都啊 现场观摩啊 现场的考察 就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而且觉得自己确实也是深受启发的啊 深受启发的 呃 需要向三里工艺学习的 学习的 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啊 但是如果你眼睛只盯着这个四千亿加八千亿啊 啊 你就感觉到好像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要么就觉得这个饼太大 无处下口 要么就担心 哎呀 害怕自己抓不住多少呢 机会就溜走了 我觉得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啊 只要你行动起来啊 只要你行动起来 三里工艺 它在市场推广啊 做得好 我觉得首先就是眼光看得远啊 战位占的比较高啊 他不仅仅看到眼前啊 不不光看到这一点 而规划了未来 也就是 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啊 当这个四千亿啊 八千亿的红利 瓜分完毕之后 啊 大家怎么做的问题 他们自己有一个构思啊 我相信 他们会 在不远的未来啊 会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暂时也 只是谈谈自己的 粗浅的体会啊 原版的内容呢 我相信 他们会 为全群分享的 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 道啊 术啊 是 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要以 道 玉树啊 呃 要站在 趋势上啊 看见风口 要有一定的眼光和格局 而至于具体怎么推广呢 那就属于树的层面 那是非常简单的啊 非常简单的 也有很多朋友 这两天啊 也是在边学边干啊 曾经都不知道怎么去开口 结果也就这么几天啊 就在市场上 惊讶的发现啊 这推广挺好做的 啊 市场对他的欢迎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呃 市场开发的难度远远低于我们的预计 每天都听到各地的朋友爆来的好消息啊 也还有一些啊 要我到这到那啊 大家一块去开发市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你只有在奋斗中啊 才能越来越多的找到自信 找到希望 而不是每天 还是那么纠结 不看呢 这个DCEP的进度 啊 每天都有一点点啊 每天都可以感觉到一点点 那么昨天呢 我们一群的朋友还亲自到北京 我们说利泽桥那边啊 利泽商务公寓啊 就是底下是一个咖啡店啊 就是北京那个DCEP的市街 楼上呢 正好是数字货币研究所 啊 他们拍了照片 不知道有没有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而且我在成都也听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啊 就成都虽然是作为试点城市 但是没有像苏州和深圳那样发红包啊 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此也没有什么知觉 但是呢 银太中心 知道去年哈 爆出一个 就说银太中心有测试 结果来了几十号人啊 结果这几十号人 全是啊 我们钱包的用户啊 大家就像地下党一样 突然接上头了啊 这说明啊 我们 我们钱包的老用户们啊 是这世界上可能是最关心DCEP 最希望他尽快落地的一个群体啊 今天啊 也有我看 做了一个很比较精美的海报啊 关于央行国际钱包的海报 这个海报的这个权威性啊 有待考证啊 我不知道是呃 大家自发制作的还是说 得到了上面的认可啊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更好了 是吧 因为我们 说一直要低调低调啊 但这个调是低到几度呢 是低八度还是低六度的 这还是 有些啊 要把握的 有些分寸是要把握的 在推广的时候啊 也是要注意啊 注意不要引起过多的 社会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议啊 尤其是不要正面的引来那些商业银行那些机构 还有对我们不怀好意机构啊 把这个问题搞到挑起事端 让我们陷于被动啊 这是需要我们防备的 目前推广基本上都是点对点式的 就是约见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一些老板啊 是办官方场合啊 以聊聊天会谈这种方式 给他们传递央行国际钱包的有关信息 这种效果也比较好 因为现在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没有正式落地啊 没有正式落地 我在贵阳我们参加过一场当地行业协会 他们的联谊会啊 是每月一次的那种联谊会 算是比较正式的场合 我们 央行国际钱包啊 然后下面都打了字幕 央行国际钱包什么市场部这样的字眼呢 结果我跟上海方面沟通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样不是很妥当 后来我想想也确实觉得很妥当 因为行业协会是一种官方的组织啊 行业协会也好 商会也好 其实 呃 是一种社会组织啊 社会组织 是比较正式的组织啊 在这时候如果我们 出现在大屏幕上啊 有了画面 万一啊 被 新闻媒体啊 或者被一些人啊 拿去跟其他银行做钱包推广的人去对质啊 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讨论的啊 以前有人在推广的时候啊 对方没有直接的表明什么 但是他会打电话到银监会啊 去核实 这样呢 会让我们比较被动啊 不是说我们心虚啊 因为我们很多人 他不知道这种话该怎么把话说圆啊 这样呢 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口舌之争啊 我们知道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 我们看到有华夏时报是吧 还有其他的报纸就出了一个搅混水的报道 是不是 就是说明啊 官方是不希望啊 把这个声势造的太大 又希望你去推广啊 就是 这个分寸啊 不太好把握 用那个豪哥喜欢用的一句诗吧 我们要什么姿态去做市场 叫做随风潜入夜啊 润物细无声 要是找到这种感觉去做市场 不太 我们不太支持那种高调的啊 那种方式 盖德等到正式出台之后啊 正式落地了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啊 即使做市场 又要让人家相信 又不敢 以一种很高的姿态 很明确的态度 的确确实 对很多人 是有难度的 从技术上是有难度的 但是好在呢 大家都做事 这么长时间啊 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麻烦啊 切不说啊 三立他们已经推广一年了啊 当然他们 这个推广的 艺术和技术啊 都是 有一定的境界的啊 尤其是豪哥 长期做市场工作 对吧 在什么场合啊 跟什么人啊 怎么进行沟通 都是有套路的啊 他都会经常 跟大家分享 也是他也跟他团队分享 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啊 有些确实 要讲套路 要讲话术啊 才能把事做好的 而且同时也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把工作也推进了 其他的人呢 好就好在啊 他是先从这个熟人这个圈层切入市场的 因为熟人至少有一定的信任度啊 他不会去一来就总是以质疑和怀疑来对待你 这方面具体的操作啊 我们会经常性的跟有心做市场的朋友啊 共同的探讨 共同的交流啊 共同的提高 一块把这个市场做好 时间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 时间也是目前没有明确答案的 但时间的节奏呢 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近啊 我们不要单纯的盯着某几个点啊 比如说Facebook他现在已经改名字啊 天生被改名字叫DIEM了 他说他最早在医院啊 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赶在他之前 或者跟他同时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啊 也不要拘泥于此 而人家只说他最早一月 他万一一月不出来 二月不出来 三月不出来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需要被这种本身就不是特别靠谱的政治去带着节奏 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还有比方说啊 我们国家 一些法律配套的问题啊 明面上有个人民银行法 他的修改意见稿 征集一件已经征集完毕了啊 他什么时候上会 什么时候出台法律啊 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 不会太久 但这个做完就没有别的事吗 那肯定有的啊 肯定有的 现在 没办法列出一个方程式啊 说具备ABCD这些条件就会落地 我们并不知道 这ABCD的具体内容 也不知道他的日程表啊 更不知道ABCD完了有没有EFG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只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就可以就足够了 那他总是要落地的吗 啊 无非就是时间 无非是再多熬也熬 再努力努力 再等一等 那我们 昨天是吧 大概 说过啊 法律还包括 对数字货币啊 央行数字货币 他肯定是 需要人民币 同等效率的 他是法定的数字货币 那么其他的呢 比如说 比特币 以太坊啊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上的说法呢 有没有可能 允许 我们国家的公民 对他进行投资 对他进行投资 有没有允许 火币啊 OK啊 以一个合法的形式出现在 我们中国地盘上 目前他的交易业务都是在境外进行的 就是说 九四文件 有没有可能进行修正 我觉得这都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要有信心 啊 不要被过去束缚住了 是九四文件到现在 啊 还是有效的 没错是有效的 不是说明他一直都会这样啊 因为央行数字货币 他产生的背景 离不了 比特币啊 离不了天成币 我们说 我们的央行国际钱包 他不光搭载我们国家的数字人民币 将来还会搭载 其他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 就其他国家的叫CBDC啊 别的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 那么还会 有啊 我们的交易所里面啊 是可以兑换 可以交易 虚拟数字货币的 也就是说可以跟主流币 发生买卖关系的 这么一个交易所的存在 需不需要 首先 法律上 给他 留一片空间呢 有没有可能 把USDT挤出去啊 把我们的DCEP换上来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啊 完全有可能 我们不妨乐观一些啊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这些问题啊 都会解决的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说啊 央行数字货币 它的核心诉求 就是助力 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说一花 一花 独放啊 不是春天啊 百花 其放 才是 才是春 既然是国际钱包 是国际化的啊 它的钱包里面 就国际了 就国际化了 你的 数字人民币啊 你跟将来的什么数字欧元呢 或者数字土耳其元呢 数字日元呢 是不是也有兑换关系呢 这个跟目前的 我们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 是不是有冲突呢 那是不是也要修改 相应的法律呢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 太大的必要 去 钻牛角尖啊 这些是 由不得我们的 有人 负责这一块啊 我们只需要等待啊 安心的等待 快乐的等待 就好 时间问题啊 不要太纠结啊 决定时间的因素很多 我们都没办法把它 列个清单 也就说啊 虽然 2020年 已经 结束了 虽然 2020年 结束的时候 DCP 还没有落地 钱包 还没有打开 但是 他不会 不会啊 绝对不会 是一个 遥遥无期的 啊 最多 是一种 姗姗来迟 以前 有个 美国的电影 叫阿甘正传 啊 前面 有句话 说的 很有意思 啊 就说 人生啊 就像 一颗 一盒 巧克力 你永远 不知道 下一颗 是什么 味道 那么 我今天 感觉啊 人生 有时候 还像 比特币 啊 你也不知道 明天会走到哪里 这两天 我们看 比特币 和以太坊啊 天天 都在 创新高 那么我们想想 一年以前 是什么情况 那时候 比特币 是多少钱 以太坊 是多少钱 尤其是 2020年的 3月13号 啊 那时候 是不是 整个市场 信心都发生了动摇 那时候 比特币 最低 掉到了 三千 多美元 啊 那么 现在 涨回来 啊 接近 三万美元了 那么 你回想一下 当时 被砸盘到 三千多美元 接着 回到四千 五千 六千美元 徘徊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 啊 因为手里有弊 被深深的套住 也觉得睡不着觉 每天 睡睡不安的 那么 站在今天 这个位置上 你回头 想一想 回头看一看 是不是觉得 人生很多事情 都是这样的 你不需要 等到 钱包 真正 打开一刹那 才会彻底说 啊 原来是 虚惊一场 原来是 劫后余生 完全不需要 啊 天道 有轮回 币价有 涨跌 人生有 起伏 都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 啊 没有 等不来的 黎明 我们的黎明 很快 就要到来 这我想一想 吴秀波那句话 还是 有一定道理的啊 我们最大的幸运 就是我们还活着 啊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何况我们希望 本来就有 中国古人 喜欢讲一句话 反者 道之洞啊 中国人最喜欢 讲《易经》啊 说 就是 痞疾 太难 啊 不会 事情总是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有时候顺 有时候不顺 啊 三穷三富 不到了啊 人生没有 过不去的卡 是吧 一点点的 熬啊熬 慢慢就 熬出来了啊 一天一天的坚持 就走过来了 一天天的等 就会等到的 好 在此呢 也祝愿各位啊 新年快乐 啊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啊 今天呢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啊 谢谢 祝大家心情愉快 请不吝点赞